本日临时会议程中,县议员林芳宇针对这次凯米台风带来各种的损失,造成民生基础建设受损 虽然先辅各局处经费有限,但还是希望相关单位能尽力去协调,尽快恢复这些受损的道路 针对于这一次的凯米风灾所造成的各种的土石的这一个陆积的流失,土石流的现象 地方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灾损,在这里虽然说我们县府的经费有限,但是也希望各局处到现在目前为止 经费也都欠缺,但是本期还是希望能够下去做协调,能够尽快的去恢复当地的这些产业道路也好 受损的灾损的这一个部分,请我们县府这边能够团队继续的来努力,来成全地方所需 县议员审述针在公务方面提出三个提案,分别是希望公务处可以落实南投县挖掘道路满舍管线管理自治条例 再来是民间乡大坑村没有公车行经,导致里民没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 最后是针对路边停车收费实施的细节,希望公务处再去做改进 我们南投市这边或者是其他乡镇只要挖过路之后永远都没有办法铺平 所以我希望公务处这边之后可以针对我的理由第二条 在监督厂商回舔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的有效率而且更加落实 我想我不太乐见我们民间乡的某一个村里面竟然完全是没有公车 没有大众运输可以行经的 所以在这边我还是希望我们公务处以及交管所 可以针对我的公务12案再去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让我们县内的交通可以更加的完善 从上个会期我就有去提到的一个路边停车的一些实施上的细节可能需要改进 这个也要麻烦我们交管所以及公务处一起纳入这个讨论 县议员蔡孟儿针对这次凯米台风将祖山镇的沙石车专用道冲断 到现场会看时也发现许多问题 因此希望县府可以重视建造永久性的桥梁以保障民众的行车安全 这处这个凯米台风非常的大 导致于说它钢变条的旁边那个控管是整个全部都撞去 当时它去回抗的时候我们有农民在那里欢迎说 因为还要设一大人 所以我们一些古彩胸就全部要给他们收他们的素材 导致于那些素材也是都撞去 在这 boue 要帮助我们政府就是说 祖山家庭到来之后 观光的因素 指 Signalmens Organisation的因素 塞车非常的严重 乡亲大部分都会走这一条路 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永久性的桥梁 可以保护居民的安全 甚至我们萨斯车的行走位也会比较舒适 在这里拜托县府来能够采纳办理 谢谢 县议员林芳瑜和蔡孟儿相当关心民众的行车安全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可以重视 并且尽快将这次凯米台风造成的损害恢复 县议员沈素贞则是希望县府贡物处及相关单位 可以落实他所提出的三个提案 减少民众的陈情 让南投县变得更好 记者庄怡婷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